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艺人Ella成家化拿着故事书 缓缓地念着大家熟悉的童话故事 延伸创作当公主王子都已年迈时可能面临的处境 并以虚实融合的方式 让社会大众透过真实的长辈故事 进一步看见独居弱势长辈们面临的寒冬处境 Ella念着念着也不禁热泪盈眶 我们真的是去看见长辈们内心的需求 还有他们的渴望 然后给予他们最温暖最贴近的帮助 让他们觉得真的很罗行 而不是只是物质上面的 所以之前比如说有什么圣诞的老人派送 然后还有居家修缮 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就是 你会觉得你知道我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你给予我最实际 我最需要的那个帮助 然后这是我一直都会看见的 那今年这个是童话故事的一个主题 孤老童话 我自己其实在念这个配音的过程 我其实蛮感动的 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梗梗梗这样 因为其实 呃我们 这样突然想 我这样突然想 哈哈哈哈 我这样突然想我整理一下其实 因为其实你看到的故事 其实我们对故事都会有一种想象 然后从小到大 你就会觉得说 对啊 从以后王子跟公主 就是过得幸福快乐 一个美满的画面 对可是长大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各种的辛苦 还有困难 还有挑战 可是我觉得童话故事最重要的 不是在于那个结局 嗯 最重要的是 这个故事想要传达的那个善意 跟希望 还有温暖的那个信念 那我觉得在宏道基金会里面 一直可以看得到 他们秉持这样的信念 然后希望透过 更了解长辈们内心需求跟渴望的方式 去给他们最实质的帮助 然后让他们的生活 即便到了老年 还是可以感受到美好跟希望 然后让他们还是可以拥抱微笑 好好的过他们的余生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可以继续为宏道老人基金会发生 然后也希望所有有爱心的人士 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 来加入这个韩宗助老的这个行动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独居长辈们 Ella连续五年担任 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爱心大使 今年也响应独居弱势长辈关怀计划 与从彰化县北上的85岁 陈宏阿嫂阿嬷温暖互动 送上围巾手套等保暖小物 叮嘱阿嬷要多出门走走 我 我认为一个礼物要给你 我认为一个礼物 我认为一个礼物 我们有特别准备了寒冬防寒的小礼物 有我们的漂亮的粉红色的微博 哇 漂亮 漂亮 又挑冠军节 就像公主一样 对年轻人来讲 寒冬的时候 我想我们最常想到 就是约自己的好朋友 可能去吃火锅 或在家里面煮寿洗烧 然后再洗个热乎乎的热水澡 然后可以很开心的看个电影 但是像寒冷的天气 其实对长辈来讲 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们可能要担心 他们的晚餐到底是不是热的 然后他们目前的棉被 他们的衣服够不够 甚至是他家里到底有没有热水器 那我会讲这个的过程是因为 事实上我们在服务很多的长辈 真的就看到他们家里面实际上的需要 而我刚刚说 在家里没有热水器的那位阿嬷 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那当然他因为很多原因 所以家里他不愿意离开那个家 因为那是他的家 可是也因为很多原因 所以他家里面很多的设备 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个样子 所以得要透过志工或我们专业的 照顾服务员的伙伴来帮阿嬷煮热水 他才能够每天洗一个热姑姑的澡 那宏道从在全台湾各地 其实陪伴了一万多个长辈 就独居弱势的长辈 从伊兰到屏东 所以每年都会很希望透过这个时间 11月到2月的时间 可以募集足够的经费 让我们可以用一整年的时间来陪伴长辈 然后也在过年的前夕 陪伴他们过一个非常好的年这样 那今年第五年我们非常开心 还是可以邀请到Ella来担任公益大使 然后我一直在想这五年的过程当中 每一年其实我都有机会 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寒冬助导的服务这样 那就一直在想五年了到底有没有改变 因为我们一直希望从看间去改变嘛 那所以过去我们可能做很简单的 所谓送物资给长辈 那光这一项服务 事实上他后来很多的演进 包括变成百宝箱的服务 开车直接到山上把物资送给长辈 那或者是这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变成了视讯陪长辈透过网路就可以勾入了 那这些的演进事实上也都会很希望是 可以更贴近长辈生活的需要 而我们来做这一些的改变这样 好所以我想寒冬助导每一项的服务 他都非常贴近长辈的需要 不管是送年太送一支或者是陪购物 一直到走春 那就会非常希望可以借由大家的媒体的视角 来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看见 就是这一些长辈他们现在生活上面的实际 我相信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过年前 在媒体上面该会看到大量的各种 各个很重要的议题这样子 那其实最难突破就是怎么透过一个 比较更可以让大家吸引大家的目光 来关注这个社会议题 所以今年呢我们就推出了孤老童话 那大家想象中的童话故事 可能都是有非常美满的结局这样子 那个通常ending都是怎么 公主与王子从此过得幸福快 这样美满的人生这样子 但是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如果用一些更多的想象力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当他老了之后 他的生活情境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这一次透过非常谢谢创意出动 跟着我们也是陪伴我们走了非常多年 谢谢你们 每一年都是透过不同的视角 然后不同的设计 来跟社会大众沟通这样子 宏道今年以孤老童话为主题 唤醒大众重视 中规一老时该面对的议题 期盼更多爱心民众加入捐款助老行列 为他们的孤老生活带来更多笑容与希望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人工电子耳在台30年 造福极度重度听损者返回有生的世界 但目前健保政策只针对18岁以下 全额给付单额的人工电子耳 承认的重度听损患者 往往因为植入的经费过于庞大而延迟治疗 因此医界也呼吁政府能够重视这个议题 让全人听损者透过治疗 能重返职场发挥专长 今年19岁 首次参加巴西听障奥运的许乐 包办了100公尺跨栏金牌 以及女子100公尺铜牌 两项荣耀 成为名副其实的台湾之光 许乐说 因为先天性双耳及重度听损 6岁的时候 医生帮她植入单耳的人工电子耳 她感谢父母的辛苦付出 再加上有电子耳的辅助 才能让她体验精彩人生 在田径场上发挥专长 因为我是从到两岁的时候 我才因为就是我太过安静 然后对很多声音都没有反应 所以爸爸妈才带我去医院检查 那这一检查就检查出 我是先天性的听损 而且因为不是那些轻度 而是最重的集中度听损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爸爸妈非常的难过 很悲伤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助亲戚 所以我先让我佩戴了助亲戚 但是因为助亲戚 他的能力还是有限 有很多声音都没办法 让我听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到我6岁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决定让我去进行 电子耳的开刀手术 那那个时候有了电子耳之后 因为其实也不是一戴上去 就可以有非常好的适应 所以我的妈妈花了一年的时间 就是每天六到八个小时 去帮我进行部件 那这样的时间过了一年之后 我才能够慢慢的去熟悉 去流畅的使用电子耳 那有了电子耳后 我的听力就更往上一步 就是我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 体验更多的 就是感受到这个世界 有很多更加美好的声音 那也在我的不管是上课 还是在训练的时候 也能更有比较好的临场反应 在竞技的运动上面 我们的胜负往往都是0.001秒 或者是0.1秒 就可以去奔出胜负 所以呢 听到枪声起跑 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幸好有了电子耳之后 我才可以在这个方面 不会落后其他的人太多 所以我才有办法 站在赛场上 跟一般的人去竞争 因为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 我也会觉得说 为什么庭障这种千分之三的几率 就会降临在我身上 但是现在我慢慢的我越来越有自信 那我也希望说我可以透过我自身的精力 去鼓励跟我一样成为圣性障碍的人 就是虽然我们是厅长 但是我们现在很幸运有了电子耳的帮助 所以我们有了这些帮助以后 我们只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两倍甚至三倍 只要付出的努力就已经可以进步了 我希望说大家可以 也希望可以让大家了解到 虽然我们是厅长 但是我们能力也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 还有全球第一位植入电子耳的耳鼻喉科李立昂医师 也现身分享出现听力障碍后的挫折感 直到完成电子耳手术 才让他恢复生活与工作步调 这些情形一直在跟这个听不清楚的状况 在做奋战的时候到2020年的时候 开始大家都戴上口罩 然后戴上口罩以后 我遇到一个很直接的困难 就是病人在告诉我的时候 我绝大部分没有办法听懂 当我没有办法听懂的时候 其实我会害怕 所以我会叫病人用手写 然后或是留我的LINE给他 请他用LINE跟我沟通 那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在工作的时候 就已经会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我老师跟我讲说 那你就先带注定器 至少在生活作息上面 你能够先弥补一部分的功能 但是最直接的影响会在这里 就是我在阳明交通大学 念博士班的时候 我的同学们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通通跑走 然后剩我一个人 一直低头在做我的事情 然后最后面一个同学跑回来 再把我拉出来说 外面火警警报在响 你怎么没有逃 然后所以大家都跑 就我一个人没跑 如果这个是真的一个火警事件 那其实对我自己来讲 我的生命安全 其实就自己受到影响 所以这件事情 会反映在高频听损 因为高频听损 越严重的时候 在这些所谓的高频的警示音 喇叭声 电话声 电铃声 基本上来讲 都来不及听清楚 那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会靠视觉辅助 所以如果视觉也没看到的话 其实当很危险的情形发生的时候 其实会逃不掉 这其实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直接的威胁 下一张 然后我没有办法用注定器 去补出我的高频听力 那刚刚前面几位都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高频听力的重要性 那语言辨协力非常差 那大概只有20% 那这件事情就是换句话说 大家跟我讲了十个字里面 我有八个字会听错 那这样子的话 我必须要靠着看着大家的表情 跟文字来辅助我的沟通 不然我很容易会错意 那大家知道医疗这种事情 尤其是我是一个开刀的医生 如果判断错误 其实这个沟通没清楚 其实对我来讲 或是对病人来讲 都不会是好事情 所以我就变成说 我要积极的去管理我的听力损失的问题 下一张 那所以我老师吴泉明教授 他就建议我做人工尔发植物 然后希望能够恢复我的听能 然后避免我的脑部的退化的问题 所以我的建议会是这样 以后的师厅 除了保健 然后还要积极的去做防灶 生活规律 跟主动就医 那如果能够早期配胎注定器 那有机会能够避免听损变严重 那如果听损变得太严重的时候 至少接受人工电子额的植物 基本上还讲是能够协助我们 赶快把脑部的功能跟生活 恢复成规范化生活 那这对每一个 就是后天师厅的病人来讲 它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下一张 那所以非常感谢政府 也非常感谢我们卫生局社区跟医院圈 那后卫生局医院的科研公司对我们照顾 医师也指出 听力损失也是造成失质的重要因素 呼吁政府能重视65岁以上长者 听损治疗的问题 那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台湾 现在目前已经 进入老年化的社会 那其实在失质这一块 是政府一直在努力 在要去克服的 但是听力损失 其实是造成失质一个相关非常重要的因素 也是可以去治疗以后 可以预防更多的失质的人的产生 所以这个是我们 这一块我们政府要特别的重视 那当然人工电子耳 在这种高失质的这种重度的 极重度的这些病人来说 他在全世界大概只有3%的人 他可以用人工电子耳来治疗 来治疗 但是全台湾大概已经有70万人 接受了人工电子耳 那在台湾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要来感谢有 已经有3000位的 其实大部分应该都是小朋友 接受了这个人工电子耳的治疗 可以让他们跟我们一样 可以听到 这么美好的声音 在他们的人生的成长历程里面 所以在座的各位 很多都是在从事这一块的努力 真的是非常的伟大 非常的伟大 那当然在政府其实有很多 这一方面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失智 还有人工那个 连长者的失智的问题 真的有很大的空间 那当然现在政府的 相关的政策 其实并没有 对这一块有很大的重视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些治疗 或是包括健保的补助 它只有针对18岁以下 65岁以下有相关的一些补助 但是针对65岁以上的年长者 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 这一块就是我们应该要提醒政府 去做这一方面的努力 因为它跟失智症有蛮大的相关的关联 所以当然在做这一块 它可能要花费蛮多的钱 但是其实在整个我们这个社会经济 还有政治的发展里面 在整个预防还有治疗 这个年长者的听力的障碍的这一块 我们应该要一起来努力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其实现在世界上 那个植入最久的 目前103岁 他在90几岁的时候也植入 结果他也经过十多年 然后过了非常好的一个日子 然后因为最主要是电子的植入以后 他可以让病人他听得更清楚 所以他不会就是本身 也会需要跟社会隔离 所以他与人家沟通的 能力就会进步 所以他可以享受他老年以后的生活 我们目前最大的缺口 是因为政府的补助 耗材的话到18岁 那我们是希望政府能够 把这个限制能够把它拿掉 因为一般以目前成人来说的话 大概只到30万而已 可是一个电子的话 他本身需要大概90万 所以像这个缺口的话 就是会阻碍很多成人的人 接受这方面的一个治疗 然后以世界上来说的话 像澳洲的话 他70%以上 美国50%以上的 那个直路者都是成人 那我们台湾以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只有两成的 那个直路者是成人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这方面可以更加努力 我是觉得说 一般我们还是会呼吁 就是说政府的话 能够听到那个 我们大家的一个心声 因为这个对一般 我很多病人的话 他们因为听不到 所以他们被迫要离开职场 或者说他在学业上 他本身都有很大的一个困难 所以像这个部分的话 就像我们刚才有一些 那个演讲者讲到了 他直路以后 他以前的所有 不能进行的一个工作 都有办法进行 然后像我的同事的话 他本身是一个侯科教授 然后在疫情期间 因为他戴口罩的关系 所以病人在讲什么 他都没办法听得到 如果有时候像这种情形 甚至有时候会被迫离开职场 这个对一个很年轻的医师 大概五六十岁来说的话 真的是蛮可惜的 由于目前健保政策 只针对十八岁以下 给付单耳的人工电子耳 成人电子耳的社会补助 出现缺口 一届认为政府在这方面 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再电影来看 双荣域携手台湾知名的亲子剧团 安徒生和莫杂特的创意 推出了五支应用亲子剧 屋顶动物园 南坡岛奇幻大冒险 实现线上线下共演 打造亲子展演的新体验 我们已经出发 大家一起来帮忙解除危机 屋顶动物园 南坡岛奇幻大冒险 是由文化部博物馆 及艺术5G科技 跨域应用计划支持 整合5G及相关AR互动技术 展现儿童表演内容创新的商业模式 与不同以往的儿童剧呈现方式 透过科技加持 实现线上线下共演 打造亲子展演的新体验 我们为了要展现5G的应用 所以我们并没有用APP 用APP很多都是先行之路式的 我们直接是在网页上 用AR 放3D 的模型 直接透过网团阐属 我们用五项的合同 透过5G及时的合成跟客户互动 甚至用基本即时运算 在游戏的过程中 去算所有小朋友的向左向右 向前向后 然后用5G才有办法 能够及时的互动到我们的线上跟线下 但是我们也可以单独线上连出 我们也可以单独线下连出 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的是说 我们怎么样会文化内容 多创造多元的价值 多元的运用模式 那这个是我们科文上游户的整个技术 我们非常重要 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就是落实 然后我们希望透过我们10月份 这几场的线上跟线下 我们能够收集市场的意见 我们一定会再出发 我们会再调整再出发 希望能够在未来 把它变成是一个 这个产业在线上和线下展演的成功的案例 因为文化部这两年推动 我们可以用5G跨域的整个科技运用的计划 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剧团 我们的表演艺术界 然后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场馆 能够跟科技产业界做结合 去找出台湾的文化内容 多元的应用方式 怎么样去扩大我们的艺文欣赏人口 它可以再利用这个5G的最新的技术 能够不受场域时间的限制 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文化内容 那我想双融与这次 能够结合AM创意 去把这个亲子的 亲子剧的这样子的一个展演方式 透过科技的方式 让孩子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感受 去欣赏 那也在过程中 纳入了学习教育的功能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计划 南坡岛奇幻大冒险 由安徒生与莫加特的创意领军 透过剧中主要角色 安安与莫莫的邀请 带领小朋友们一起穿梭 线上线下 进入科技与虚实共演的冒险之旅 在这个计划 利用5G的科技技术 例如 光学式的多点的动态 主要虚拟摄影 3D虚拟角色的AR破晶时针 以及 我们现场的小朋友的 都会有些画作 可以直接上传的影片 上传的又生成影片 直接在我们的直播的上面 和颜臣输出的这些技术 从此也建立了 所谓的线上线下 共同名出的一个儿童聚出来 同时 在线上的小朋友们 可以在领处的过程中 和语言互购 参加共同名出 并且透过及时的一些互购游戏 来解救冒险的伴伴 在线下的小朋友 也可以及时的互动 然后体验沉浸式的一个展演 同时 如同刚刚美丽的主持人所说 在演出结束之后 就可以到厚海 去看这些演员 在领处上的演出 以及动态普通的一起共同的体验 那安德夏国老师的创意呢 长期以来 我们都一直致力于 制作亲子共赏共还的这样子的节目 那除了呢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家庭音乐剧之外 我们在2013年 其实就推出了这个 屋里动物园的这个IP 这样 那也很感谢文化部一直以来的支持 所以我们在先前 屋里动物园 有拿过文化部的议员多用 甚至科技艺术的这样的补助 然后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些角色呢 3D化 然后甚至结合了动态捕捉的技术 然后结合更多的科技艺术的东西 那我们也因此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 都是科技的孩子 我们需要说 我们台湾的孩子 除了有科技 知道很多的3C之外 我们要剪达更多艺术的东西 让我们的孩子 有更多的高度这样子 这一次为什么要叫 藍波岛奇幻大冒险 其实我觉得 因为未来 这个冒险 可能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还有小朋友之外呢 其实整个制作过程 都是一场大冒险 那为什么叫藍波岛呢 其实因为我们在科技艺术上面 是淋雨一的世界 淋雨一就是Number 所以这是Number's Island 我对我来说 很像走到一个新的世界当中 我第一次导信是在写画面 是在写城市跟写画面当中度过 跟不同 跟博士跟很多人共同工作 去完成这样子 不一样的一种剧场的一个创举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那我相信等一下现场 你大朋友小朋友一定 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所以这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冒险 也是大家的冒险 也是未来自己 小朋友们的未来冒险 屋顶动物园 藍波岛奇幻大冒险 推出以来 造成一股亲子科技冒险体验热潮 柯文双融也秉持社会企业的初衷 特别开放公益名额 让弱势小朋友 也有机会观赏最新的5G展演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HOME PLUS 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 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1眼见不一定为真 2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眼见不一定为真 2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佳集团关心您 台湾灯会睽違23年后重返台北 也是疫情解封后的第一场国际大型活动 以城市型灯会规划四大展区 一座主灯六座副灯展出了300件以上的作品 要让大家看到灯会与台北的精彩融合 分布在盆地中的家家户户点起希望的灯火 凝聚成巨大的希望光球冉冉升空 绽放出温暖和许之光 渲染整周城市的美好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举办 串联国父纪念馆市政府 东区 松山文冲园区 新一区等城市空间 范围达168公顷 展出300件以上精彩作品 我们台湾灯会终于再度回到台北 那么在过去33年 我们台湾灯会经由各方面共同的努力 已经成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灯会 那有国外的媒体形容它是没有云霄飞车的迪士尼乐园 那去年在日本也获得这个所谓世界十大这个夜景的遗产 所以这个灯会的这个国际的行销 国际的知名度可以讲一年比一年提高 那这一次回到台北呢 我个人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开灯会的时候 就在这个中正纪念堂 然后那时候可以讲是我们全台湾的一个大事 那我记得那时候所有办公室的同事下了班 就挤去那里领小提灯 然后看灯会还可以拜拜等等 那一晃也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 那这一次跟台北市政府的合作 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过去半年多以来 台北市政府的团队跟我们在 不管是每一次的会议 每一次的投入都非常的紧密 我也相信这一次的灯会 它的表现可以超越以往的这个灯会 有更亮眼的演出 那十月十三就要重启国际跨境旅游 那我上个礼拜也刚到日本去推广 参加东京旅游展 那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的日本的友人 或者是当地的业者都非常的期待 能够再度来到这个台湾来旅游 那这个灯会就是我们跨境旅游 中国重启之后的一个最大型的一个观光活动 那么也期盼这一次的 不管是餐馆的人事也好 国际旅客数也好 观光产值都能够更胜以往 这个2023喔 台湾灯会在台北 它有两个主要的意义啦 第一个是 从2001年到外縣市去以后 流浪了23年再一次回到台北的地点 第二点 这个是台湾在COVID-19 边境解封之后 第一个大型的这种国际的活动 那整个台湾的旅游业 外电啦 各种这种观光相关的产业 我想对这个都相当期待 因为这个办得好办得坏 通常会影响后面很多的活动 那么这一次的活动 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过去办台湾灯会 在其他县市里 他就找一个几公顷的空地 就在上面办 可是台北市要找那个几公顷的空地 来做 我们想法半天里找不到 所以干脆逆势而行 我们来办一个叫城市型的灯会 所以我们有一个主灯嘛 六个副灯 大概三百一件大的作品 然后要分布在四个展区 大概可以达到一百六十八公顷 那我们在办台湾灯会的时候 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要做振兴产业之用 我想几天前在士林办那个白座职业 当然还是会有人批评 动券规划不佳 但是我跟你讲 士林商圈高兴死了 一个晚上四十六万了 从来就没有 那个备料都备料 那根本就没办法 来不及迈 那所以 这是一个边境解放 之后台湾第一个大型的国际活动 你知道 我们在想说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个东区的商圈整个要给它搭上来 这是很大的战略目标 那所以我们四个展区 一个是沿着忠孝东部 就是台北的东区 还有国务纪念館 还有松燕 还有一个是我们信义商圈 包括101跟四十南村 所以它集中在台北市的东半部 这个L型 那 当然这个规划 我们不同于以往 因为我们这个是 差不多一年多前就确定台北要接班 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很久了 我也认为大型活动 不要到前几个月才 臨时去搓一搓 这样看起来就是 我们常常看到就是 热闹有余 但是它没有 暂略 所以 事实上这几年的执政 像那个台北登节在西门町 就让西门町 我们还从好几年 这个 要不是这个疫情 你知道 你去西门町看 那个日韓客 连那个计程车都是要讲日语 那个招牌都写日语跟韓语 那 不管怎么样 你知道 我们希望这次的登会 23年后 从西门町到台北 然后它是边境解放后的 台湾第一个大型的国际活动 然后它又是一个 不同于以往其他县市 它是一个以城市型的登会来举办 然后我们又给它一个任务 你知道 我们希望它可以復兴整个东区的商圈 然后再扩展到松茵跟信仪商圈 这种目的 至于那些细节 已经规划了一年了 这个大概每个月都有规定的会议在开 我认为准备是还不错 连那个最困难的缺点都已经多花了八千万解决 请吉掌 2013野湾灯会光源台北正式起动 吉掌点亮分别代表四大展区色系的主视觉光立方 象征台湾灯会回到台北出示 邀请大家循着光的轨迹搭捷运赏灯 另外灯会也预计招募3500位志工 欢迎对台湾灯会有兴趣的民众及团体报名 一起点亮台北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迈入第六届的戏曲新秀 敬意顺点成功新秀舞台 今年终衡台湾各地 广纳十二团优秀戏曲团队 十六位新秀 南瓜尔歌仔 客家 乱坛 金玉等五个剧种 共计有十二档 二十二场的演出 不同的剧种新秀同台拼戏 交织出不凡的热血青春 歌仔客家乱坛金剧玉剧五个剧种 来自全台十二个剧团新秀们轮番上阵 带来精彩片段演出 迈入第六届的台湾戏曲中心 成功新秀舞台 有别于以往策展人妖眼形式 今年改为公开甄选加策展人妖眼双轨制 兼顾剧种 剧目以及剧团的多样性与广度 带来二十二场新老病程雅俗共享的精彩节目 那因为成功新秀舞台 你参加这个演出等于就好像拿到了一张 是业界的品质保证的那种认可证书一样 所以很多的团队或新秀 其实也透过各种管道表达 他们很想参演的决心 可是因为过去都是妖眼 所以常常就只能够觉得非常的遗憾 那今年也是非常感谢中心 我们就开放了这样一个方式 除了妖眼之外 我们有公开送件争选的部分 让团队主动去挑选他认为适合的 优秀的这个新秀演员 那经过评审委员的临选之后 所以我们今年明华园戏剧总团跟一新戏剧团 都是第一次参与这个新秀舞台的演出 非常的欢迎 那除了我们这个 入选团队的这个方式有所改变之外 我们今年在演出上 也做了一点小小的挑战 就是过去都是不同剧种上下半场混搭的演出 那今年特别安排了两场的专场 一个是明华园戏剧总团 一个是当代传奇剧场 一个寡戏 一个京剧 那我特别安排他们在第一周 跟第三周的礼拜四 就是10月20号跟11月10号 我们就是从头到尾 整个热闹滚滚的 继续维持这个活动的热力 那这个专场演出 他就这个专场的主演 他要负责一整场的演出 那个责任 那个负担又是更大了 那我们今年呢 为了要顾及到这个剧种的平衡 所以刚刚主任也说了 我们有五个剧种参加 有玉剧 有客家戏 有乱台戏 还有金剧跟歌戏 那我们在邀演或者是临选的时候 也考虑过不只是剧种而已 我们还考虑到行当的分配 是不是齐全 所以我们的戏是圣诞 敬仇通通都有 戏文呢是文戏武戏都要出来 有的戏是经典的老戏 也有新编的传承 这个都OK 只要是新秀能够好好展现记忆 我们都不设太高的门槛 所以在年龄上 好像过去有一个所谓的天花板 有些演员也觉得很遗憾 很想参加 可是被那个天花板顶到了过不去 那我们今年也就偷偷的放宽了一点 所以我们有非常非常年轻的 现在还在学院大学部念书的 20岁的小朋友 也有戏曲学院 以前叫复兴聚校 歌子戏科第一届的毕业生 快30年前了 所以这个range蛮大的 就是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遗珠 在外头真的是流浪江湖 只要是好的演员 好的角 我们都希望她被看见 非常感谢我们传统艺术中心 每年举办的这个新秀 就是成功新秀舞台 那这一次呢 我们参与的巨马呢 他们一个在戏团 閃耀青年团参与的巨马 是由杜建伟跟李佳 还有朱念伟他们演出金兰役 那这次呢 其实在不一样的局长里面 大家看这些共同演出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让他们多多观摩 和多多学习 这边当然 王金兵老师和小米老师 他也是同样有推出 由张明君 他们所演出的这个87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同样是过去 但是他不一样的风景中间 所以对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外年的舞台 小米老师最难所谓 修行社会 真高难度 所以民进也很认真 希望大家可以做到机场 大家来把这些信息 加油 对 因为尤其在现在 官司这个典役上面 粗糕的部分 就是男生扮演的 这个巨马已经越来越久了 所以这次呢 由杜建伟跟李佳 他们所演出的这个 金兰役 精彩可奇 还有这个87 那希望各位观众朋友 走进剧场 用我们的行动 来支持这些少年人 给他们这个机会 嗯 除了延续以往双剧种 半场折子戏的 拼场竞演形式 今年还增加两位新秀 独挑大梁的专场演出 分别由明华原戏剧总团 王杰玲演出 《狮子王》中的《赞托力》 当代传奇剧场 张伟全演出 全本《通天西》中的 《青面虎》徐世音 而拼场进演部分 则承袭往年 将不同剧种混搭的形式 让青年新秀们 相互切磋磨练 我们在产业中心 有开支善业的计划 这开支善业计划呢 就是帮助呢 这个新秀 帮助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呢进团 入团演训 然后呢进到团里面 跟大师们 直接接近大师 靠近大师 直接在他身上学 在他的日常的生活 原型举止中学习 以及呢 记忆的学习 另外呢 我们还有呢 所谓 如果您在这边毕业了 结业了 我们还有所谓的青年入团 我们希望呢 完成呢 大家在职业生涯上 最后一礼路 我们可以帮助 这些年轻人 他从入团 受过很长久的训练 然后呢 再到了青年的入团 成为终生的职制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 传递中心会提供新秀舞台 让各位新秀呢 担任主角 然后呢 他的演技 除了传承 诗给予的记忆 演法之外 他还必须用自己的 悟性 以及呢 自己的对 戏的演绎方式呢 再增添自己的精彩 所以呢 这个小舞台的这个 新秀舞台 是属于所有年轻人 也是属于所有老师 跟团长的 12档22场 诚意十足的精彩好戏 将于10月20日起 至11月13日 在台湾戏曲中心 小表演听演出 欢迎喜爱传统戏曲的观众朋友 前往欣赏 为戏曲新秀们加油喝彩 记者离席会议台北报道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 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 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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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琪谈关心您 发展较早的基隆 公共拥有丰富的眷村历史文化 基隆市文化区 特别举办 2022基隆眷村文化节活动 10月20日后及29日后 将分别在暖暖地内15日公园 与基隆要塞司令部广场热闹展开 透过眷村传统美食 及780年代经典老歌演唱会 还有10月底开跑的走独小旅行 让市民重回基隆眷村的美好时光 市民歌手李明德自弹自唱 让人仿佛重回当年美好时光 现场摆放的葱大饼 南瓜糕 萝卜糕等眷村美食更让人狮子大动 为了保存在地眷村文化 基隆市文化局举办2022基隆眷村文化节活动 希望透过包含眷村传统美食的特色市集 及有李明德等酒主团队演唱 70及80年代的经典老歌 与市民一起重温当时的风华岁月 眷村文化节基隆是第一次举办 那当然之前别的县议也曾经办过 但是我们基隆有一些 其实眷村也算不少 像那天才跟同仁聊到 我们在检察局斜对面光荣的附近 在基隆港海产楼那边 其实之前就有一个见过新村的眷村 那这一次我们是以软软 还有整个的基隆相关的 除了是美食之外 其实我们也请了 Michael 赛燕博 然后来帮我们收集了一些有关的 眷村长命的文化的一些展出 基隆眷村文化节活动将分别在 10月22号的软软定内15号公园 与10月29号的基隆要塞 司令部广场热闹登场 特色市集现场还会布置 情境打卡拍照区 重现眷村时期的住家生活及环境 10月底开跑的走独小旅行 则由在地青年工作室 基隆卡米诺人员带领民众走进 战后时期的街区 让民众一窥基隆战后的 长民生活与文化 记者 张琪腾 基隆报道 基隆市连日豪雨造成多处灾情 其中未在六堵的基隆河 防汛步道边坡发生了大面积的摊坊 让后方的华纳透天社区住户相当担忧 立法委员蔡胜应特别邀请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来会刊 希望加快灾后复原的速度 挖鲁基正在进行土石清整 这里是位于六堵基隆河防汛道路边坡 由于豪雨不断 十月十七号下午开始出现坍塌 结果坍塌面积越来越大 让附近有四百多户的社区居民相当担心 就怕河水会漫过缺口只从社区 担心的地方就是说水如果淹进去的话 整个社区都完蛋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办法 因为它那个泥土下得太快了 怕像沿山速度旁边坡到晚上 我就怕它已经淹过这边过来 立法人蔡世英得知后 立即邀请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人员到现场 会堪要求紧速处理阻止边坡继续坍塌 在基隆河沿线的工程过程当中 当时他们就有担心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他们在我们的堤后的地方 有另外建立一个非常雄伟的这样的一个防坡堤墙 所以这个防坡堤墙目前还警示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防坡堤墙靠近基隆河高摊地的部分 表面的这个附土有被冲刷的状况 那他们预估这个整个面积大概是九百立方公尺 那未来这九百立方公尺的土石的回田 会从基隆河的土直接挖回来直接回田 所以也避免了沙石车在这边就重复经过的问题 那因为最近的天气还是非常不稳定 所以经济部第十河川局有在评估 适当的期间马上就进场抢修 那在这个还没有进场抢修的时间 刚才我们跟经济部也讨论好 他们也表示会先拿帆布先做覆盖 避免这样的一个附土流失进一步的扩大 蔡世英也再次到东兴街查看被土石流掩埋的营造厂 目前灾后清理情况 同时到对岸庙城地基遭到掏空的北极公关心 蔡世英除了要求国有财安署和林务局警速派员 前来厘清相关土地权署 也认为应该要进行野稀整治 才能避免类似灾害再次发生 这个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这件事情 过去有发生过几次 那要一劳永逸的解决这样的状况 可能连从野稀的整治要从来做起 野稀整治如果不处理的话 那我们的山坡地的土石滑流会持续的下去 那我想在这个部分我想 赶快近期的来约这几个权责单位 还有土地水保祭司 都来增加了解看一下 我相信当中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看我们未来一劳永逸的处理 避免再次的发生战害的情形 对于国军动员救灾部分 才适应证实灾情比较严重的 七鲁区东兴街山崩点 幸福华城上层靠近山坡区域 及暖暖区暖暖街二八一巷 军方都确定会派员资源清理 希望协助受灾民众 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导 再次来看市议员郑凯林 直询基隆烂路王壮关联外道路 究竟何时有解呢 希望给里内五千多户居民 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壮关后山那条道路 我们这边就是一句话 因为那是私人产权 工部门的无法进去来围养 里长也一直在哀嚎说 希望能够重铺重铺 但是就是卡到说这是私人土地 可是这一条道路 已经让整个社区这样子 走了二三十年了 还在说是私人土地 所以大家真的是摸不着头绪 到底谁能够来协助我来 重新铺设这条巷道 目前能够做的就是我刚才跟易作报告的 我们会先去查到底有没有指过建筑线 那有指过建筑线的话 就是非封闭型社区的道路维护计划 我觉得那个就是可以优先来处理 另外就是讲是封闭型的话 该做维护的適当的维护 我觉得有一些是坑洞的部分 然后有一些是连续的 那我们能够扩大范围去做一些修补的 我们用类似技术性上去做克服 那真的要到达全面跑铺的话 我觉得那个就是法令我们去跟我们法治单位做进一步的思考 看能不能进一步去松绑 现在读发出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都记单位开始做第一个事情 其实我们有做这样子的条件 那这是结构性 第二件事情是 这些事情要更小心化建筑线 在本席担任议员第一次咨询的时候 就跟市长提出壮观后山那条道路的问题 而且本席还拿出了83年 民国83年的空拍照出来 证明这条路已经真的是已经存在25年以上了 可是市长都是一直在说 该道路不应该存在 可能就是刚才我们徐处长刚才所解释的这个状况 该道路不应该存在 也不是法定上正式的道路 甚至还主张说 大家以为它是一条路 但事实上它不是一条路 就是不是路的路 所以市长 可是这一段 这一条迈进路三项 真的是也是大家 出出路路二三十年的道路 所以在市长你接受电视专访的时候 你有说过 这八年的市政中 你在没钱没人没土地下 完成许多不可能的建设 所以在这边本席也希望说 市长你能够秉持这样的精神 苦民所苦 来发挥你的巧思 来将这条路 确实是我们市民所需要的 确实坑坑洞洞的这个迷之路 能够想想办法 让他能够合法化 另外市议员张之豪 针对今年四月全中运 基隆某教练登上全国新闻的性骚扰案提出质疑 教育处回复全案一性评会调查 秉公处理 今年的四月二十二号的苹果日报上面 有一个新闻说 全中运报性骚扰 男教练伸珠手对女学生摸囤 画面中这个男子就是这位教练 那画面中的这一个女学生 应该是国一或是国二的年纪 那这个教练是一个成年人嘛 是我们的公立校园里面的聘用的一个教练 那这个新闻里面虽然没有讲 是我们基隆的状况 但是我在基隆成型之后才知道 原来这件事情发生在基隆 请教市长 你觉得刚才这个 这个画面你觉得看起来OK吗 这个有专业的一个 这个姓平的委员会在做这个处理 所以我想不适合有个人的一个意见在这边 针对这个事情有召开姓平会 召开姓平会之后 请问这个姓平会的这个处置的状况是什么 调查小组就针对于学生 以及他的监护人家长父母亲 进行访谈 那访谈的结果 学生跟家长 并没有认为这个是有性骚扰 或者是让学生不舒服的情形 性骚扰的这个部分就不成立 对我澄清的是这个教练 现在要去任教的新的校园 的学校里面的家长 对这个教练要到他们的学校 到他们的校园里面来任教 感到忧心 当事人本身没有觉得不舒服 当事人的家长也没有觉得这个事情 需要再进一步的去做调查 因此这个事情最后就用姓平的 姓平会的调查结果就是性骚扰不成立 好 那请问处长 在姓平会这个机制 就决定了这个教练 没有性骚扰以后 请问我们接下来 学校跟我们教育主管机关的 下一步的处置 是什么 虽然他性骚扰的这个部分不成立 不过因为也造成 这个负面的报导 媒体负面的报导 所以学校还是以 他这个有损害我们学校的 这个名誉的部分 然后寄一次申戒 那第二 不管是不是我们性骚扰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 最后没有成立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 他上这个姓平的课程 如果这个教练已经很懂了 很会了 很知道自己的自律了 他何必要再上这八小时的真人课程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以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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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轻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